大家好,朋友们,欢迎收看,欢迎收看,欢迎收看,关键一把小琴的国服第一昆虫啊,毛女 哦,那也就是说他们四个人是开黑的吧 之前看到好像也是他们四个人啊 看到阵容打红夫人啊,真的是被红夫人摁在地上摩擦啊 这四个人除了大富,大富其实也被红夫人克制的 红夫人带一个比如说通缉什么的,通缉到大富,大富也尴尬 这套阵容面对红夫人真的是一点办法没有 毛女昆虫开探员,全是红夫人能摁在地上打的角色 但凡套个调香调酒都要好很多啊 这局我觉得穷者没了 呃,就国服,这是国服第一的昆虫 然后这个毛女是前国服第一毛女 但有什么用呢 是吧,有什么用呢,没有用啊 真打不过呀,红夫人这边抬个镜子先往后拉 看来一个往前走是对的 往前走,通过这里可以在横向走 能不能拉开这边的话大富过来 怎么大富想帮忙扛一刀,真的假的 打这么拼吗,大富帮忙扛一刀 那我闪现一刀抬了这个,看探员我,我镜像CD好了 我抬一下,把你大富抬了,这你不穷着原地爆炸,直接起飞 说实话这刀来扛我主持是没有必要的 通缉大富,来喽,来喽 来,救人,救人就是双岛 抬镜子往外打 好的 大富这边 趁此机会直接捞下了这边的看探员 这波的话,其实正常打大富或是好一点啊 就不要去管外面马,就打一个双岛也是挺赚的 那这样的话,这波让大富把人无伤捞下来 相当于什么,大富吃了一刀把人救下来 看探员这边再吃一刀 这波防守有点亏啊 这波防守有点亏 这波防守没有能打出双岛呢 我觉得穷守这边 保平的机会来 哎,等会儿,毛女在这里 毛女在这里的话,那他打毛女啊 但毛女这边的话是有个加速 这波加速的话,和分镜子跟得上 跟得上,可以,打一刀 通缉到是昆虫,大富这边还要再来捞一波人 再来捞 有一树一次的大富真的打得跟个 那个蓝波一样 对吧 一个人,勇闯天涯 各种秀 肯定也弹开 大富这边估计还在帮帮扛包呢 真的是好兄弟讲义气 这个大富 真的亲兄弟 亲兄弟都没有这么顶的呀 一刀,好的 那挂飞这边勘探 再挂大富 尽力了,大富是尽力了 但没办法 说实话这套阵容 真打不过 真打不过 我说到这种就是被红夫人摁在地上打的一套阵容 他们能保平 就不错了 说实话 外面的机子现在差的很多 差的很多 人挂上以后镜子往外一抬 如果能抬到这个盲女 应该就锁定胜局了 空中手里还有手薄命 看见盲女了 好的,过来包 一刀 打中 再来 那这边的话 红夫人还是一个 相对来比较激进的打法 可以看到他两拨 在这个椅子上面的两拨防守 他都是没有去守椅子上面的人 而是尽可能去往外打的 打得比较奔放 这样的话呢 会给到穷者比较好的一个机会来救人 但问题不大 问题不大 就是机子是不够的 所以说这边大夫再挂上以后 还在台镜子好 来抓 其实我是蛮喜欢红夫人这种打法的 这个打法的话呢 才有移面 说实话才有移面 你真的就正常去防守啊 红夫人的移面其实不大的 那外面的机子 一个毛女 一个村庄在修 这机子其实不太拦得住 你也有耳鸣 抬镜子知道你人躲在哪里 好了 一刀 分手来这刀给到 怎么办呢 你就算能躲掉这锅镜子 也还不活了呀 我这边过来把大副给挂上了 那边毛女过半了 你捞谁吗 机子的话 总算上面来讲还差一台整机呢 而且还不是在一台机子上面 要不要闪 想闪现打个震慑 我就知道 谁往大副那边走 我镜子抬谁 来镜头再次给他分手 我们这边转进 抛过来 拦住 切过来吧 切过来防守就行 切过来防守就行 还是输在阵容上面吧 还是输在阵容上面吧 打是真的已经打得很努力了 打得很努力了 没办法 好的 那么这边挂飞大副 应该就是锁定一个多刀了 就不再继续往下看下去了 期待他们这个四黑 下一次的一个相遇 因为他们这个 四黑打得很拼 我之前看过一次他们四黑的 那次的话是一个大副 一个先知 竭尽全力的一个牵制 把这个局势盘活的 我们期待一下下一次 能不能看到他们 对吧 再有这么拼的一个打法了 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 拜托 请不吝点赞 欢迎订阅